HELLO 大家好 我是韓姆 好的來問我們的後援 好 水月平原 康明順 我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這個解析度變差 今天登錄突然那個圖片解析度不太多 超模糊 大概又是更新出了啥問題 我們待會來看一下那個 19號更新的內容 那個公告是下午發布的 然後維修的話 原本說維修到5點 5點上線上線的時候還在維修 好像維修到6點 反正就有延後啦 就6點才晚 因為那個 BOSS 都改時間了嘛 改成那個6點跟10點 我以前都是8點 8點我有空 10點我都躺在床上睡覺了 我都躺平了 所以我現在都改6點 然後這個獲得獎勵次數有補充耶 有補給我們 這個每個禮拜應該是10次吧 我建議你就是 禮拜一禮拜二不要打 如果你次數 不多的話 為什麼因為禮拜一禮拜二你去打的話 你很難衝到前幾名 像我是禮拜三 禮拜三 昨天打的話 有機會前三名 今天打的話也是有機會前三名 前三名的那個獎勵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們這個就是這樣啊 每個人有次數可以領獎勵 你已經領完了 你就不會有那個貢獻度 不會有貢獻度你就沒有獎勵耶 這個是一個小技巧 不要禮拜一就衝去打耶 當然你是課長的話 那當我沒說 課長的殺害都是我的N百倍 不要說N百倍 十倍以上 這個要領一下啊 每天都要派遣一下啊 像我這個 我都只會做兩次吧 就是上線玩一次然後錄遊戲的時候就再弄一隻 其他時間都會忘記耶 4個小時我哪記得啊 然後我們昨天有說嘛那個 最好存3000然後把你那個探險形象升到5級去 我們就會開啟這個仕途法 所以我現在要存3000 加門秘技的話好像有開心的天雷錘 公告有說我剛好看了一下 這個是 打BOSS專用的 打BOSS專用的 就是追求傷害的人他們就要去換這個加門秘技 我都是用最基本的啦 我都用這個而已啊 這遊戲的那個系統玩法真的超級多 你要去獲得這個書啊 我要獲得這個書 嘗嘗 嘗嘗沒反應可惡 分散傷害陣法 異形換位啊什麼的 那解鎖就好這個書啊這個書你要去獲得啊 有這個主要是要打這個野地熟靈 隊伍野地熟靈 神獸技裡面那個都在爆炸好不好 衝不過 哦 啊30%好難衝啊 我要爆幾次 這個這麼多是因為我今天去打那個三姊妹啦 就是我們去打野地熟靈的時候 有機會拿到 那這個挑戰次數你打之前就看你還把他用掉 我又剋了幾張吧 我今天就剋了一些打了一下這個三姊妹 三姊妹會掉哦你看 這個 麒麟雕像 偽幻的話我還沒打 因為他是要1萬1啊 我感覺我打可能會比較辛苦吧 要靠隊友啊 下次再來打吧 好那先這樣吧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遊戲的 網站上的公告 更新公告啦 這個文字比較多可能有的人都不看吧 那你就看我的影片 我講給你們聽 好這個是9月19號下午3點多發布的 跟我影片差不多時間一樣發布吧 我發布的時候他應該還沒出啊 所以我不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我會更新 我發布影片時間會看一下 呃 水月平原這個豬豬農場前半段 前半部更新的 然後這邊有單人野地熟靈兩種與優化內容 馬上來看一下 我自己看一下等我一下 嗯 嗯 應該是這一隻吧 威夢卷跟這個五級吧 這樣子 這個之前的啊 什麼XXX 三怪 黃霧魚 馬翔將軍 我現在是 有次數的話就打這個百毒殭屍啊 鐵單子好像有點難打 就玩一場就覺得有點難 就沒打 這種你只能靠你自己 才不能組隊 你不能靠隊友 這種可以靠隊友 好 有兩種首領 然後新增全新隊伍野地首領 野地首領 嗯? 剛沒看到耶 噢 野地首領 應該是有啦 然後這個全新首領副本 然後這邊有一些等級上限啊 優惑啊 便利性改善啊 就三倍數嘛 我上一期有講 好 豬豬農場 我看今天有人那個貼文章打那個豬豬農場 最後一關BOSS喔 22張喔 要2萬4耶 呵呵 戰力要2萬4 我戰力才1萬1而已耶 離我超遙遠 那個給課長打的 我現在才第19張而已啊 好 這邊有孟捲輝跟五級 我們剛好看到了 孟捲輝一個魚人 不用凍結地帶 然後這個是帝國軍總監督五級 追蹤行手禮劍 好 這是古代什麼不會念 我來查一下這是怎麼念 好 把這兩隻複製 複製然後用注音輸入 蟹字喔 蟹字 好 隊伍的野地叢林 古代蟹字 他有那個增強鐵錘啊 可以在這邊獲得 突破加五飾品以上的一些材料 然後這是全新手靈副本 羅米紋 羅米紋啊 擊倒獲得40級的項鍊耳錘有機會 還有這個秘技天雷錘我們剛好說嘛 這個天雷錘 需要9號2超越 天啊我沒有9號耶 然後這邊有一些神獸牌 神獸牌我很弱啦 都沒有神獸牌 然後這個是等級40到45 這個我們昨天就知道了 然後你的奧義武功啊這邊也會提升 你的戰術武功終極機都會提升 然後被動啊什麼都會提升 好思想修煉7階段好像有點小bug 我今天看好像有bug說 不能突破等級喔 討伐令第五層 然後公開副本 第五層 我公開副本現在是打到第四層了啊 然後今天我看到第五層鎖起來好像 跳出來了 就這個天然地下遺跡第五層 你再看一下喔 黑龍武器 可以黑龍武器 這個應該是目前最強的裝備了吧 黑龍系列 黑龍鞋黑龍衣服 然後這個是潛龍的項鍊跟耳環 潛龍的 潛龍系列的 好 生產零食 目前最高級是九級 然後便利性就三倍數嘛 三倍數比兩倍數快啊 更快今天更快 打起來更輕鬆 因為你不太可能都放自動啊 你自動有時候你會打輸啊 真的會打輸啊 你要手動啊 尤其是回額制 回額制你手動跟自動差很多 自動它亂打你就打輸了 然後這邊是成長移轉嘛 昨天有說 好這邊改善與修正 網頁的網址 我會貼在裡面 相當資訊欄位啊 你們可以自己來看一下 我就稍微帶大家看一看而已啊 然後再來是一些禮包要花錢的 像我們這種沒花錢的就 玩起來比較難玩一點 好來看一下吧 呃這邊 這隻啊 蟹字 是不是 我看一下剛剛查的 馬上忘記 蟹字 我看一下 中國傳說中的神獸 外觀向陽 又向路 這邊看起來不太像 掉35級裝備 我都還沒35咧 現在鬼幻我可以打 好 目前就看到這個嗎 然後那個 什麼什麼 首領的 應該是這個啦 我20張才會開啊 剛看到那隻首領嗎 沒有啊 因為那個不是這種區域首領的 區域首領只到這邊而已 這個金剛力士 金剛力士我就打過 打贏過幾次吧 一直死一直一直死啊 所以我都不想去打 一直死一直死 你在走路啊 然後三倍數嘛 思想修練開到第七階 我現在才第六而已嘛 呃 第五階以前已經全三星了 就是你只要戰力到了 你就可以回去把這些三星成就全部拿完 慢慢來 然後第六階這邊也有一個 今天把這個三星成就打完 那現在開到七階段啊 然後 公開副本 呃 第五層 20張就會開 我現在是第四層了 就打這個38的啊 可以打 就刷這些資源而已啦 刷神獸神獸精這些資源 還有什麼東西啊 剛剛我來看一下剛剛介紹的東西 裝備我沒有嘛 三倍數的話那個還好 三倍數 大概就這樣而已啦 天雷錘剛剛我們也看了嘛 天雷錘剛剛我們也看了嘛 他這個還應該還沒有全更新吧 就是慢慢更新 那三倍數好處就是你可以打這個B5行 我都八連勝了 八連勝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推薦的那個組合真的還不錯啊 玉星閃人啊 軍馬會也蠻強的 軍馬會也是蠻推薦的角色 他這一招就是 可以讓隊友恢復那個合力技 然後他會 有機率往前 就是可以再 再發動一次技能 那這個就還好啊 這個也是那個 讓全體隊友行動速度提前 有時候可以反殺啊 就馬會我記得我剛玩沒多久我就推薦的 因為他 他就真的很好用啊 減CD耶 回血 就很好用啊 好啦我們玩一場吧 時間還有 殺了玩一場 今天沒辦法冰狗耶 因為顏色都不對耶 沒挑到原色 這一定是先殺奶媽 那你看我們可以直接這樣子 跟我走 他有機會直接 你看 你看 先殺奶媽 雖然這個只能打一排 殺掉奶媽也就贏一半了啊 基本上贏一半了 等一下這個沒辦法啊 對面太OP了 那個鎖鏈直接鎖我們 那我們直接被那個 蹦蹦蹦蹦蹦 我覺得反而這個解狀態啊 不太需要解狀態啊 因為有時候解狀態你會先解啊 燃燒吧 可以再連鎖有沒有 不用啦我們就這個好了 我都是靠那個誰在打的啦 靠我們的天競拳 通常他快死掉之前就會來個大招 不過這一隻大招是還好 那一隻馬強將軍的大招 不是那麼好用 後來就不用馬強將軍了 反正角色好不好用 你就多玩幾次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到底適不適合你 我需要火的或光啦 沒有就沒有了 我們再找一下有沒有火跟光 沒有啊 這個三萬四可能打不過我 只是可能打不過 打不過就算了 就輸而已啊 不要怕啊 這個遊戲就是這樣 隨便玩啊 哇 他為什麼馬上要上盾啊 過分 對方的先攻好快啊 你看我被打死了 我被打慘了 我直接被打慘了 快死了 掉一半的血 有夠扯了 暈他沒用 我要輸了 我要輸了 我輸了 我奶媽死了 他輸了 預先閃人輸了 又差不多GG了 有時候遇到這種情況啊 又不知道為什麼 開場就隨便秒了 對方戰力也沒有說 差我很多 你知道嗎 可能有差啦 有差啦 三萬四了 我好像才三萬的 但是我有打贏過 有越戰過 是可以越戰的 沒有光跟火 懶得打了 你看這個 我是三萬二嘛 三萬四 理論上沒有差那麼多啊 他那個開局直接 技能全放 太強了 他直接直接上那個BUFF啊 他直接上這個房屋罩 是不是 我記得他好像剛開局直接上房屋罩 我這隻也可以練一下喔 你這個練滿之後對不對 其實他就 這任務練滿之後 因為這邊都練滿 他只會給你那個 經驗藥水而已啊 像我這個早就練滿的啊 星座早就練滿 然後你再去完成之後 他這個只會給你經驗藥水 所以我們這個星座 大概也沒有下一張了吧 這個是我今天練的卷毛 無聊開始練卷毛 聽說不錯用啊 我想說我也來練練看好了 到底是不是真的不錯用 反正有事就給他 沒事就給他練一下嘛 討一下這個任務啊 什麼的 好那今天就玩到這邊啦 就講了那個更新的內容 網頁上講一講 然後把這邊實際上的位置給他看一看 然後B5好像有三倍數嘛 對喔剛剛是要看三倍數 然後這種通氣自動打不過啊 你就要自己手動了 刷新一下 打不過也沒關係那個 這個他可以那個返回 結果他這邊一萬九嘛 我三倍然後我竟然會輸掉 這個是贏的嘛 那你就可以戰鬥回溯 戰鬥回溯就是說 這場不算衝來 就是說我們這個掃盪也沒關係啊 一直掃盪你可以 返回九次 不要怕輸啊 反正就衝來就好了 這是我今天遇到的狀況 不然我都不知道那個戰鬥回溯要幹嘛 輸的時候可以戰鬥回溯 好的我是漢姆喜歡我的流行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